而民进党籍的现场候选人古拉斯一大早是来到了秀林国小投票 老家是在玉里的哈拉湾部落 而他是把户籍挂在从小照顾他的叔叔家 古拉斯表示说今天来投票感到非常骄傲 他很开心 他认为花莲人的政治热情在这场运动当中被激发 也燃起了花莲人民的希望 他过程当中是很开心又感到骄傲的 古拉斯尤达卡一早9.04分来到秀林国小投票 老家在玉里哈拉湾部落 但是他把户籍挂在从小照顾他的叔叔家 古拉斯表示今天投票感到非常骄傲 也非常开心 花莲人政治热情在这场运动中被激发 也燃起人民的对花莲的希望 过程当中是开心又骄傲 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而且很开心 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运动当中 我们看见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 花莲人的热情被激发 也就是我们重新燃起了 花莲人民对花莲未来的希望 也重新激发了花莲人民对花莲的政治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开心而且为花莲的人感到骄傲的 但我一连四场大型的造势都是下雨的 然后这个并没有交习民众的热情 所以我认为我的支持者会愿意投给我 尤其是从外地返乡的支持者 完全不会受到下雨影响 因为现在还早 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投开票所 并不是在市区 其实我每一次回来投票 那人数其实大家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数 所以我并不是在现在我投票的这个时间点 大概九点半左右并不是过度的担心 那反而是对于投票的结果 我认为这将会是这个花莲人民的选择 那我也希望今天的投票结果 是在花莲人民不受任何威胁利诱之下 所开出来的投票的结果 所以我充满了期待 华士强调他一连市场造势都下雨 花莲人民不会因为与世过大消极的热情 尤其从外返乡的支持者 他相信选情不会受到下雨的影响 投票结果将会是花莲人民的选择 希望今天的结果不是在威胁利诱的结果之下 他对结果是充满期待 记得继续学会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